注意看这个拿着中国纸钱疯狂展示的黑人妹子 竟通过烧纸钱成功申请下来的助学金 纷纷询问这是什么操作 很快就有懂中国传统的老外出面科普 这是中国祭奠祖先用的纸钱 向祖先祈祷后你就能心想事成 起初老外们还不信 但很快就有许多国外博主站出来分享了自己的成功案 有的表示自己烧了纸钱后顺利升值 有的是烧了纸钱后顺利脱单的 甚至有人表示自己烧了纸钱后买彩票中奖 纷纷埋怨起我们中国人 有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不早点分享出来 并开始疯狂购买纸钱许愿 国外网站上的纸钱直接卖脱销了 但很多老外们买到纸钱后并不知道怎么使用 于是网上又出现了许多博主 专门教老外们如何正确的烧纸钱 首先老祖宗的照片和名字一定得有 千万别转错账了 之后烟酒炸鸡也得安排上 讲究一点的还会在旁边放上一尊玉皇大帝 甚至还出现了先用卡罗牌占卜祖宗的需求 然后再按照需求精准还原的离谱操作 有人开始提出疑问 这纸钱是中国版的 烧给他们的祖宗会不会不流通 立马就推出了符合当地经济系统的纸钱 印着汉字的一万美元纸钱 印着肯迷迪头像的怀旧版纸钱 还有限量版的黄金特朗普纸钱 甚至考虑到老外们的消费习惯 还整出了信用卡版纸钱 这下老外们终于能够放心地烧上 属于他们自己的纸钱了